其實肉是最花時間 其實雞腿那個薄 它要久一點對不對 對 好 好 可以 是 所以說我就是 因為煎肉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就從肉開始 然後大概就是稍微熱過一下 中火 然後而且其實 在煎雞腿排的時候 不用放任何油 什麼都不用放 什麼都不用放 你只要把雞腿排丟下去就好 因為我每次要教大家都是 就是大家很簡單的懶人料理 是 對 因為雞腿排它 就是雞腿它這一層 上面的這個皮 其實油脂是很豐富 而且它是就是天然的雞油 所以說我都會不放任何東西 我會直接先把 隨便要把它先吸乾嗎 對 其實要先吸乾 這邊 好 對 因為不吸乾的話 它其實下去會有一點 會噼里啪了 對 好的 現在我們用的是 去骨的一個大雞腿肉 對 因為這樣子 其實真的超級方便 是 那你不用先什麼醃料醃過嗎 其實不用 因為到最後其實有那個 迷迭香的那一個 香氣在裡面 那個香氣就其實很夠了 而且小胖 小胖一開始就開中米獎 我們都會人 趕就時間效率 用這個來的話就是比較適合 對 這一個其實非常的快 簡單 快速 所以很適合現在都會男女 就是沒有太多時間的話 其實這個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就可以吃了 這麼快 對 超級快 所以說我自己就是 有時候就是牛排吃膩的 我就會回來 試一下這個雞腿肉 我發現我們小胖哥哥 對排餐特別在好 特別喜歡 因為我就是一個就是爸阿厚 我就是我屬虎的 然後我媽都說我爸阿厚 我覺得因為一餐沒有吃到肉 會覺得我好像沒有吃到 吃飽的感覺 然後這個下去其實就是 看它的樣子就是油脂被逼得差不多的時候 到時候就可以翻面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先讓它放一下 好 那這樣子好不好 你的香雞腿排 我跟靜雯我們兩個來幫你照顧 然後你可以準備其他的配料 好 因為它其實其他還有很多的 像洋蔥 番茄什麼的 你今天要切洋蔥 那我們要離遠一點 我自己也就有點擔心要遠一點 好 那你說你靠你自己煮飯瘦了10公斤 那你平常除了吃這個 有沒有什麼比較建議的 吃這個其實我就是 各種排餐雞豬牛都會煮 真的 以豬肉為主嗎 對 因為其實我媽媽是很喜歡 就是吃蔬菜的 所以說通常蔬菜這個東西我就是 我媽煮的我就會吃 然後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不會強求 小胖 不是我說你 你年紀也不小 你怎麼還會笨到 認為是伯母喜歡吃蔬菜呢 是他們為了讓我要吃 伯母是把肉讓給你吃 你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第25孝嗎 沒有 媽媽 你為什麼每天都只吃雞腳 為什麼都不吃雞腿呢 小胖 因為媽媽不喜歡吃雞腿 媽媽只喜歡吃雞腳 後來有一天淋浴群 小胖紅到了國際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媽媽是要把雞腿 留給小胖吃的 這時候你要哭 沒有 那個 其實因為我都會自己做 然後我也會分給我媽媽吃 但是我 肉這個東西我會主動做 可是蔬菜這個部分就是 我媽就說你要吃一點蔬菜 然後她就會煮很多給我吃 OK 要為了讓我營養均衡 因為她知道我會自己找東西吃 但嚴格講起來 你的營養 我覺得很均衡 我覺得 非常均衡 應該還不錯吧 就存在上去 什麼 什麼時候翻面 你要跟我講 對 後來看一下 兩位太開心 大概幾分鐘 其實它不用就是 強求一定要幾分鐘 所以其實可以大概翻起來看一下 它有一點點顏色的時候 差不多這樣子就可以 很多油 差不多這樣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翻面了 表皮有點金黃金黃的 然後這個時候翻面的時候 我想要讓它稍微燜一下 所以有鍋蓋的 有 然後這個時候關小火 關小火 對 讓它 因為這個時候是想要讓它 就是熱度慢慢的進去 有鍋蓋嗎 好 我們準備一下鍋蓋 好 我們準備一下鍋蓋 那沒關係 如果假設沒有鍋蓋 因為有鍋蓋的我差不多 一樣它熱循環對不對 悶著熱循環 然後這樣蓋著差不多五分鐘 六分鐘 它其實熱度就會 熟度就會到裡面 好 那如果沒有鍋蓋的話 我覺得可以多個兩三分鐘 讓它就是 好 好 現在開始計時 然後到時候 那你還要準備什麼 對 我剛剛已經就切好一些就是 番茄片 對 然後除了番茄之外 還要很重要的就是洋蔥 洋蔥 其實我滿喜歡洋蔥的辛香味的 可是它在切的時候 真的會讓人家 就是很有可能會流淚 好 那我們就想看 蓋下去了 所以說我剛剛時間在調整一下 我把它 我覺得你真的是科學辦案 科學做菜 非常的嚴謹 因為這是很直接的 可以讓大家就知道 就是火 我覺得在煎動排餐 火候很重要 所以說我都給大家一個 很精準的時間 但其實也是要看它的那一個 就是火的大小 跟雞肉的厚度 我觀察 你好像做菜是你的興趣對不對 對 對 我滿喜歡的 那你喜歡邊做菜的時候 邊如果重來唱歌 對 如果重來 這個時候 大家就是可以一邊切東西 一邊煎東西 然後就 如果重來 那個時刻我會給你擁抱 我會陪你變老 我不逃 但是我覺得現在在切洋蔥 應該唱另外一首 應該要唱洋蔥 應該要唱洋蔥 緊張 緊張 如果你願意一層 一層一層的 拨開我的心 你會發現 你會壓抑 你是我一道的秘密 如果你願意一層 一層一層的 拨開我的心 你會鼻酸 你會流淚 只要你能聽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好好吃 謝謝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有點鼻酸 真的嗎 要流淚的感覺 你是不是洋蔥 還是因為想到歌詞的關係 來 面子 只有吃 因為這邊沒有流理台 我一般就是 可以洗一下 就是會讓它泡水切 它比較刺激的東西 比較不會噴出來 但是我剛剛原本以為我可以忍受 但是 你不能忍受 很多事情跟你想的是不一樣 你知道嗎 太過於敏感 大家一直在引頸期盼 林玉群她的新歌發表 那這次11月12月 總共加起來會有1加4 總共是5首的 1加3 因為那4首歌裡面也有這首 總共是4首的新歌曲 來這個 給我們所有的粉絲朋友來回想 希望她可以經常的上節目 唱歌給我們聽 你知道嗎 帶回來 因為剛剛的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說可以拿開來 來 放 放 就是它這樣差不多熟度已經進去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因為它有一些水分 所以你看它下面會有一點 像雞湯這樣 白白的這樣子的感覺 這個時候你再把它翻回來 然後一樣開中火 再一次 這時候開中火是怎麼樣子 就是 因為它原本就有油脂 然後你就把它油脂逼出來 然後那個水分 就是在揮發掉之後 它就會變成雞油 然後就是可以去稍微見一下 它的雞皮 然後它就會變酥酥脆 我覺得你可以去主持美食節目 真的 你真的很 我發現你把雞腿牌 講得跟鮑魚跟魚刺一樣 你講得好動人 你為什麼這麼不會擅長這些牌餐 沒有 因為我自己就是愛吃肉 就是喜歡吃的東西 自己就會有很多熱情去研究它 這個皮質快好 那我先去弄一下這一個 麵包 在這邊 烤麵包 烤麵包 那我真的很好奇 都沒有調味 等一下好不好吃 一群 你說你對各種排餐都有研究 我覺得你是客氣 我相信你是專家 但是我們還是要跟你研究一下 然後也跟觀眾朋友 一起來研究一下 不同的肉類 怎麼烹調你覺得最好吃 我們就先從我們現在的雞肉 開始來研究 雞肉的部分 我是覺得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直接煎 然後我先回來好了 會來請 其實在弄雞肉的時候要注意 因為它雞油滿會噴的 對 而且我很佩服你的手機 我看過防水手機 防塵手機 這是我看過的 第一支防油的手機 它可以進去炸嗎 你說你剛剛被雞油噴到 是不是 小胖你真的很厲害 你都不怕 你看 沒有 我閃很遠 所以你認為雞肉是要把油逼出來 對 因為其實它的 這樣子也第一個比較健康 第二個就是吃起來口感比較好 那豬肉呢 你認為怎麼這麼料理 我通常都是就是 把它放到蘇肥機裡面 那它就是長期低溫下去做 你家裡還有蘇肥機 我就是找朋友先幫我弄好 然後其實蘇肥機弄好之後 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放在冷凍庫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 把它就是密封袋放到熱水裡面 就是讓它慢慢回溫 然後回溫之後 你只要進這個鍋子裡面 稍微滾一下讓它上色 就很好吃了 真的很注意很厲害 有電話的 沒有 時間到了 你先接 沒關係 喂 如果從來你會想要做什麼 各種不同的 自己還很會下Cue 金黃 大概是吃的 看起來這樣焦焦很好吃的感覺 而且它就是脆脆的酥酥的 因為我平常用的那個品牌 是它就是迷迭香 其實它上面就會有一些 鹽分 然後調味料 所以說 不是分開對不對 對 但今天是這個樣子 那我就稍微就是 調味一下 稍微調味一下這樣子 稍微一點點就好了 不好意思 本製作單位準備的不周詳 因為你那個比較貴 我們就不用過價錢 不是… 那貴20塊 那我們接下來呢 你會再搭配些什麼嗎 我覺得我的料好多 我先來給他放個 你真是一個浩克的人 大戶人家 放個什麼呢 放個什麼呢 番茄 這樣子 你番茄是切得給它很豪邁 對 對 因為我其實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是做燒烤 我也是這樣 肉就啪 這樣下去的 OK 我喜歡那種大口吃肉的快感 那我看你從頭到尾 就這樣子一點點的調味料 不用再其他的什麼醬啊 什麼的 因為我自己喜歡吃比較健康 原味 原味的 所以說 健康的 我就是做成這個樣子 好 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然後但是如果就是你喜歡 像你喜歡吃起司或是美乃汁 都可以自己再上去 但是因為我覺得有迷迭香 所以其實我喜歡這個香味 好的 那麼今天的林育群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這個迷迭香雞腿堡 已經正式完成了 馬上就來品嘗一下它的味道 林育群為我們大家帶來的 迷迭香雞腿堡 我們現在看到陳明在這邊了 我們已經看出來 林育群他這個人 除了唱歌唱好唱滿以外 他做的菜也是做好做滿 對 這是迷迭香的雞腿堡 剛才正反兩面把油逼出來了 用本身雞皮上面的油 來烹調它自己 對 然後這個是用迷迭香剛才的油 下去煮包蛋 這邊看到的是洋蔥 貨真價值洋蔥 然後還有番茄生菜 然後這是剛才去烤的一個漢堡 對 這頓可以說是營養跟美味兼具 現在馬上我們來嘗嘗看好不好 好 小胖老師我真的覺得 你除了唱歌細膩以外 做菜很豪邁 真的 對啊 因為我通常就是做小小的東西 我就是放到嘴裡 也是兩三口這樣子 這東西兩三口就可以了 三口就可以把它幹掉 我是說如果番茄 什麼這些配料切得太細的話 我也是抓一把進去 我就不如讓它滿滿的 我們那個雞皮那個咔嚓咔嚓 有加分 有沒有 那個口感 比想像中的好吃 所以它真的不需要太多調味料 它其實原本的香氣 我剛才很懷疑 你只放點鹽 放點迷迭香感好吃 因為其實我們要吃都是吃 食物的原型的東西 番茄就是番茄 雞腿就是雞腿 它不太有太多化學的那種東西 你有沒有考慮去國中高中 做營養午餐 我覺得你這道菜很適合 國高中的年輕小朋友 對啊 因為它營養 美味什麼都有 而且我剛剛吃其實不油膩 我剛剛以為那種雞皮會油膩 後來你把油逼出來 就是因為把油逼出來 所以說它一點都不油膩 而且它還加分那個口感 脆脆的 就算剛剛放了一段時間 它還是有那個脆脆的感覺 而且我們這邊還有小胖 它的這個插旗 非常非常的好 也非常非常精緻